嗨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來分享我這禮拜買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這禮拜剛剛好就是我美國買的東西也寄到了 然後還有一些把貨公司活動買的東西 那我也買了一個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想要買的東西 然後一直忍到最近才下手 然後 我就先來講一下我的洗臉機好了 我的洗臉機呢它算是玫瑰粉的顏色 可能螢幕上會有一點點色差看不太出來 好然後我買的這個是 因為它算簡單來說他們家刷洗臉機 洗臉機大概是分三種 就是大中小那最大的那個就是可以洗身體的 那這個是中的 那小的那一支的話稍微短一點然後再寬一點就比較胖一點點 那刷頭都是一樣的 好然後 這個的話呢其實 因為其實我剛開始不太想要買 就是因為它單價真的不便宜 然後 機器嘛 就是又會有保護的問題什麼的 你有 不太方便找國外的代賣買 就是最好還是在台灣買 就是有保護的狀態 所以 我後來就 就是趁這個檔期就買了 那我剛開始其實我只是想要買那個小支的那一支 那為什麼最後買了這個呢 是因為它有送這三個 照片上看起來感覺好像這三個送的東西很小 但其實很大便 在洗臉刷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才這禮拜才使用過一兩次而已 我用起來的感覺是 它真的會覺得你的臉洗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那像是尤其是像我常常化妝的人 就是很容易有那個粉刺啊什麼的 然後 我會決定下定學心就是要存錢買它 是因為 很多人都跟我說它用過之後就是 用過的人絕對不會後悔買它 然後 大家的一致的評價都還不錯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買了 再來還有一樣東西也是百貨公司買的 這個是 Three他們家的 舒活沐浴躁這個 嗯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 我是沒有用過 但是它是我之前的那個 算是會員禮吧 就是 有集到那個點數還是什麼換的贈品 然後它有120克 嗯 我很喜歡他們家的保養品 因為他們家的保養品 有一個那種 像精油非常的舒服的 舒緩的味道 然後他們家的 結顏油也很有名 然後它的 乳化效果還蠻好 就是不會很難乳化之類的 所以 有空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去試試看他們家這個品牌 嗯 我也有他們家的一些彩妝品 但是我 比較喜歡他們家的保養品 他們家的保養品 用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大家有經過它的櫃一定要去試試看 講完洗臉機之後呢 再來講我這禮拜在美國收到什麼東西 那第一個東西是這個 這個是Chanel 香奈兒他們家的 嗯 算是primer 就是一個妝前乳的東西 就是一個base 然後它是有壓頭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不太確定台灣有沒有 因為我那一次 我沒有靠會 但我只是經過會上 有稍微瞄了一眼 我是沒有看到 類似的包裝的產品 所以我不太確定台灣有沒有 但是我是在美國買的 然後 嗯 我會買這個是因為 我看了很多 那個美國的youtuber 就是 很多人就是 用了這個之後都說很好用 所以我就買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近很喜歡買妝前 那我用了之後好不好用 會再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呢 是一個指甲油的 嗯 算是一個組合 那這個是Top Coat 這個是有顏色的那個指甲油 然後 嗯 其實我還真的還蠻常用指甲油的 所以我那時候 我覺得 它有一個Top Coat的這個 我就覺得還不錯 就是 給你上在最上層的那個 保護指甲油的 呃 一個算是一個 透明的指甲油吧 再來呢 我要講的這個是 Urban Decay的 Naked To Basics Palette 好 然後 嗯 這個的話呢 它主要是 就是全部都是霧面的大地色系 那這個是第二盤 然後第一盤我是沒有賣啦 然後它的第一盤就是 前面顏色更白 後面顏色更深 那這個的話呢 它的色調是稍微偏 呃 冷色調一點點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它的大小很小 所以我覺得它放在化妝包裡面很適合 就是 帶出門就是 如果你只是想畫基本的妝的話 就是 還蠻方便的 像這樣子小小的一盒 再來呢 應該會是大家都 蠻有興趣的一個產品 是這個 這個是 Colourpop他們家的眼影 那這一次呢 我添購了一些新的顏色 那第一個這個呢 不是新的色號了 這個是Lovely 那我會買這個顏色呢 是因為 這個顏色它的珠光比較多一點 然後它的顏色比較閃 所以很適合拿來就是 眼頭打亮啊 或是你想畫臥蠶啊 或是 就是那種 很喜歡珠光很閃亮的人 應該都會蠻喜歡這個 顏色蠻妙的耶 雖然鏡頭上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是實際上看呢 它這個霧面的顏色 我原本以為它是淡棕色 但其實它有一點點帶粉 它是帶粉的一個妝色的霧面的顏色 接下來呢 這個顏色呢 它是 我很喜歡的九紅色 但是這個九紅色 它是有珠光的 這個是他們的新色 但已經不是最新色了 因為最近它 前幾天 才又出了新的顏色 大家可以去他們官網看一下 再來呢 是一顆我非常非常期待的眼影 然後 這個的話呢 是它的霧面色系 應該算是賣最好吧 最多人想要的 那這個顏色呢 它也是九紅色 那這個九紅色呢 我覺得它很特別 就是你單看它的時候 覺得它顏色好深 看起來會覺得它應該很黑 但是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就是 它看起來還好 並不會覺得它非常的深 然後 跟旁邊這個顏色 其實色調有點像 最後一顆顏色呢 它跟剛剛那顆顏色有點像 但是它比較 它是深棕色 然後也是純霧面的 其實我發現真的 越來越多廠商開始出純霧面的眼影 也許就是 最近新一季的流行趨勢吧 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最近開始有很多歐美的廠商 開始出霧面的眼影盤 所以 我發現 就是其實霧面眼影真的畫起來是很有氣質的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那以上就是我這次買的五顆眼影 那這次的五顆眼影我都非常喜歡 第一顆的 Lovely 它其實可以拿來打亮眼頭 它的亮粉比較亮 那第二顆這個是 Bill 這個顏色呢 適合打在眼窩的位置 而且它其實有一點點帶粉色調 再來這一顆呢 它是 有一點點珠光的 酒紅色 那最後這兩個都是霧面的顏色 但是酒紅的這個顏色呢 我覺得它稍微再偏紫色一點點的酒紅 然後這個就是有一點帶紅的深咖啡色 它有一點點帶紅 像巧克力的那種顏色 最後一個我在美國買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這個 是不是看起來有點眼熟呢 因為之前在我的影片有出現過 呃 這一個是BH Cosmetics 他們家的60s的眼影盤 這一個的話呢 我想要當作小禮物送給大家 那 這一次的小禮物的 算是一個徵求藝術品嘛 徵求大家爭才的一個活動 就是呢 因為我擺了後面這個櫃子之後呢 後面這個櫃子之後呢 我覺得我的背景很空 然後 我希望在這邊可以放一個 像我放月曆的地方 其實我是想要擋住我的漁港 然後 還有就是 我想要在這邊放一些 我不知道要放什麼啦 就是 就是一些小東西 然後我想要徵求我的背景改造 小東西真文 好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大家看一下 這裡 有一幅畫 那那幅畫的話呢 其實是 呃 上面是放明信片 但是還沒有放滿 然後呢 我也希望就是 我不知道 如果我開放大家可以寄明信片給我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想寄給我 我想把上面那張畫填滿 好 總之呢 這個禮物呢 是一個 呃 算是一個小小的獎品啦 就是 呃 希望 大家可以幫我改一下我的 背景 改造背景 那 詳細的活動內容 就是我想好之後 會再放在我的Facebook粉絲上 就是我這禮拜買的東西 感覺有一點多 好 所以我就想說一次的 跟大家講一下 算是一個 後的分享吧 好 那就這樣子囉 那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然後 也不要忘記 加入我的Facebook或Instagram 我會盡量常常的更新 那 像最近的話 我比較常PO照片在Instagram上面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記得加入我的Instagram 就會知道我的近況 那就這樣囉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